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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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报提到的窦皇后墓 其实叫窦皇后陵 外形如富斗 就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园上 窦皇后是汉文帝的妻子 汉景帝的母亲亲身辅佐过两代汉朝君主 她的领悟绝对属于高等级物葬 大洋彼岸 大洋彼岸 街道消息的使馆官员被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此时距离拍卖会开始不到24小时 尽管中美双方海关此前已建立起合作关系 但凭这几夜从国内发来的传真 要想在短时间内说服美国海关采取扣押行动 难度可想而知 千军一发吃气 要想阻止拍卖 只能从拍卖行入手 大使馆经过当时的努力 就在拍卖前的十分钟 赶在前十分钟通过一些工作 然后把这六件陶勇从拍卖的名单里取了出来 事后中方工作人员用相机拍下了这六件西汉陶勇的照片 他们曾陪伴西汉皇族藏身地下两千多年 又经历疯狂到决 和数次一手后流落异国 六件来自中国的陶勇 虽然在拍卖前十分钟被紧急叫停 但要追回 还有太多的路要走 当时我们的大使馆给拍卖行打招呼 就是说这批东西呢 是这个陕西的 应该交缓 按照国际法应该交缓 当时呢 这个美国方面呢 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就问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 你们说它是中国 西汉的 是陕西这边过来的 然后呢 包括从被盗的情况 一直到陶勇的年代 制作方法等等 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要求中国政府这边 全面地做答复 当时的焦南风 是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曾任秦汉研究室主任 杨林考古队队长 并先后主持过多项 秦汉大型陵墓的考古勘查 和发掘工作 美国海关提出的问题 将由他来解答 我的任务是当时 就是系列的回答 当时美国方面提出的 关于陶勇 年代出土地点 分布范围等 11个问题 2002年7月9日 美国海关正式致函 国际刑警组织 中国国家中心局 要求中方提供 证明该批文物的相关材料 并回答美国海关提出的 11个问题 1982年以来 焦南风一直致力于 秦汉帝王林的研究工作 在考古发掘 与浩瀚史籍中 复原着帝国的地下图景 但这一次他所面临的问题 却是有关中国文物的追角 大洋彼岸的纽约 六件来自中国西汉的文物 等待着回乡 远在西安的焦南风 正在直面美方提出的问题 每一个细节都要给出准确证据 大概我有一天多时间吧 将近两天 我就这个没有去工地 然后我就待在房子里 就回答这个问题 除了焦南风在回答美方的 11个专业问题外 还有一些工作 要由西安警方协助完成 其中涉及文物被盗现场照片 勘查报告 罪犯问讯笔物 证人证言 专家鉴定意见 和中国文物保护法律制度 等相关材料 其实西安警方的行动早已展开 一年前 白鹿园上连续发生了三次离奇的盗墓案 经过缜密侦查 盗墓者很快就被抓获 远在美国的六件西汉桃源 就是当时盗墓后的藏鹿 只是盗墓的地点虽在白鹿园上 但却没有任何地面标志 当时发现的时候 是在霸林窦王后林的 大概在东南800米左右的地方 发现了窦窦 也就是说 被盗的墓葬 并不是窦皇后林 中国古代墓葬大多 会有封土作为标志 在平坦开阔的白鹿园上 窦皇后林在很远处就能望见 而被盗的这座墓葬 却没有任何封土 这让考古工作者感到好奇 这个盗墓发现以后 当时在这以后 西安市考古研究院的同志 就在这个位置上经过勘探 很快 远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开始了前期勘探工作 那一年 张祥宇刚参加工作不久 接到任务后 她立刻前往白鹿园 面对这座没有封土的墓葬 勘探工作越是深入 考古队员越是感到不可思议 以这为开始 大规模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区域进行调查勘探 其实勘探完以后 其实当时是非常震惊的 最初的震惊 来自这座墓葬的宏大 它的规模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 不是一个墓葬 是四个墓葬 而且冬子的墓葬 达到120米长 它的墓室的边长 是70米左右 这个大墓有多大呢 开口75米 一个方形的坑 这个大型墓葬 这个鸭子形 中国古代 这个在当时发现的 大概就是最大的 这个墓室最大的墓葬 中国古代墓葬 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 墓道数量的多寡 代表着墓主人 生前的身份地位 所谓亚字形墓 首先要有四条长墓道 因其形如繁体字中的亚字 被称作亚字形墓 亚字形墓始建于商代晚期 这种墓葬 这种墓葬但凡出现 必定规模宏大 气势非凡 考古工作者曾在安阳英区 侯家庄西北纲亡灵区 发现过八座亚字形墓 研究者推测 这是非商皇墓属的大墓 2005年 为佩合园西安财经学院 长安校区的建设 神和园战国秦陵园遗址 被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在陵园中心 发现了一座亚字形大墓 整个陵园是迄今为止 发掘过的规模最大的 战国秦陵园遗址 然而白鹿园上的惊喜 还没有结束 当考古队员正准备 在大墓的西北侧搭建工棚 对墓葬进行长期考察时 却意外勘探出了 数量巨大的陪葬坑 周围发现了七十多个陪葬坑 当时我们很震惊 大量的排列非常规整 就是这种向心式排列的 大量的陪葬坑 那它的级别显然 应该说很明确的 陪葬坑是古代高级墓葬 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 视死如是生的古人相信 他们在死后 还可以继续使用这些器物 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 陪葬坑的数量越多 种类也越齐全 考古人员非常惊讶 是什么样的墓主人 能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陪葬坑呢 亚字形墓葬 四条墓道 墓室边长七十多米 超过七十座陪葬坑 专家们判断 白鹿园上这座超级大墓的主人 身份必定非同一般 根据发现地最小地名的命名方式 文物部门将这座墓葬 命名为江村大墓 黄土之下的江村大墓 墓葬形质如此之大 为何地面上却没有任何标志呢 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 与此同时 西安警方也有了阶段性突破 盗墓者被抓获时 已有三百多件文物被转手 在随后的追角中 半岸民警仅找回了三十四件陶铭 但这仅有的三十四件陶铭 却让考古专家十分欣喜 因为在这以前呢 西汉出了大量的陶铭 实际上此类的陶铭呢 这个在这个汉景帝阳铭出的数量非常多 在西安市以北约二十千米 陕西省咸阳市张家湾村北的咸阳园上 坐落着西汉第四位皇帝 汉景帝刘起 与皇后的和藏墓 汉阳陵 1998年 1998年 考古队在汉阳陵 勘探出八十一座陪葬坑 坑中 坑中整齐地放置着各种陶铭 名气 江村大墓背道陶铭 与汉景帝阳陵出土的陶铭 十分相似 在西安市以西约三十五千米 陕西省新平市南卫镇茂陵村 也有一座高大的土丘 它的主人是汉武帝刘彻 1981年 茂陵考古开启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在这里勘探出 一百一十九座陪葬坑 并在一座陪葬墓中 也发现了大量陶铭 江村大墓的陶铭 与汉武帝茂陵的陶铭 也十分相似 与两位汉朝皇帝陪葬的陶铭 如此相似 江村大墓的主人 会是谁呢 疑问还未解答时 一个细节被发现 包括汉武帝茂陵 这些都有这样的陶铭 但是这些陶铭呢 当时呢 都是这个没有黑色的 黑色的陶铭 的确不常见 黑色的头 黑色的躯干 黑色的腿 周身如漆一般的黑色 为这些陶铭附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仔细观察去发现 它们的面貌清晰可变 神情活灵活现 但陶铭为何是黑色的 是制作者有意为之 还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 很快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对其中的四件陶铭进行了科学测试 热视光年代测定 能确定陶铭制作的年代 或最后受热时间 X光照相分析 能确定陶铭的内部状况 及制作特征 显微分析 可以观察陶铭微观结构特征 X射线 颜色分析 和电竞能谱分析 能够确定陶铭胎体 及表面附着物的元素成分 红外光谱分析 可以确定陶铭表面颜料的成分 多种科学检测方法 为陶铭鉴别 提供了全面立体的信息 也因此 考古专家最终探查到 这些陶铭黑色的秘密 这批陶铭在出土前 埋到墓里以后 大概墓葬里起火 这批黑色的颜色 是在火烧的过程中 烟熏形成的黑色的这种炭剂 还有一些烧的灰烬渣子 这些东西 这批陶铭呢 应该就是说 首先呢 它是在墓葬里埋葬的 后来遇到大火烟熏 变成了黑色的陶铭 原来是因为墓葬中的一场大火 使这些陶铭原有的颜色被覆盖 在表面形成了一层均匀的黑色 你把它仔细地观察的时候 发现原来陶铭的那个 辐射的那个 那层上的那层颜色 在这个黑胎以下 另外的 它的好多这个断裂的 断茬的这些位置上呢 也是黑色的受到了熏的 如果当年制作的话 如果制作是黑涌的话 它应该是光表面有 它里面不会有黑色 陶铭不会说话 但却在寂静黄土下 默默见证着一切 一场大火改变了他们的肤色 数次盗墓又让他们流落四方 真相就此水落石出 只是他们的主人会是谁呢 陶勇战国时代就已出现 后来演变成替代人训的随葬品 因牧主人的身份地位不同 随葬的陶勇在数量和形态上 也有区别 当初这些陶勇的制作极为用心 仔细观察甚至能看出他们的性别 但问题同时出现 既然能细致地刻画出陶勇的性别 制作者为何却让他们赤身裸体 汉代陵墓里出土的陶勇 第一个分成两大类 两大类的一类就是那种 你们看过的兵马俑的那种 它的衣服帽子 这种各种装饰都是和身体一起 这个磨制雕塑成型的 我们把它叫做素衣式陶勇 最具代表性的素衣式陶勇 当属秦始皇兵马俑 它们的衣服 帽子 以及各种装饰 都是和身体一同雕塑成型 而这些赤身裸体的陶勇 被称为卓衣式陶勇 它是磨制成大概三个部分 头一部分 然后身子一部分 然后磨制好以后 又把它粘接起来 烘干了 然后又上颜色 上了颜色以后 又用木头 制作成它的胳膊和手 然后安装起来 最后在外边穿上 丝制的或者麻制的 这种纺织品做的衣服 原来在制作工艺上 卓衣式陶勇要更加精美复杂 只是 在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之后 卓衣式陶勇最初所穿的衣物 和用木头制作的手臂 都已腐朽殆尽 如今只留下一个裸体的形态 裸体陶勇 也就是说这种卓衣式陶勇的 级别 比素衣式陶勇的级别 要高 这样的裸体陶勇呢 除了西汉的皇帝的利润 到目前为止呢 只有几座墓里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 这种裸体式的这种陶勇 实际上是西汉皇室和高等级贵族 墓葬随葬的专用品 别人是不能用的 陶勇出自西汉高等级陵墓 他们的主人会是谁呢 人们对此充满了好奇 却一直没有定论 2002年 中国国家文物局按程序 将焦南风和相关部门的回复 传给了美国海关 2003年6月17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时 中国西汉文物交接仪式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 美方正式将六件西汉陶勇 交还给中国大使 第二天 这些陶勇就启程返乡 此时 距离当初的那场拍卖会 已过去一年零三个月 距离白鹿园上的那几次盗墓案 也已过去两年多 远离故土的金黄 在此刻烟消云散 颠沛流离的旅途终于结束 只是他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这个墓呢是个亚子型的 大墓不是皇帝就是皇后 只能是这个级别 墓主人不是皇帝就是皇后 考古工作者 顺着亚子型大墓的线索 进行分析 在白鹿园上 的确有两座皇后的陵墓 北边一座是窦皇后陵 南边一座是伯太后陵 这两座陵墓的主人 都与一个名叫刘恒的皇帝有关 刘恒 汉文帝 汉朝第三位皇帝 伯太后是汉文帝刘恒的母亲 那麽白鹿园 那麽白鹿园江村大墓的主人 是否就是汉文帝刘恒 那麽白鹿园江村大墓的主人 汉文帝的皇后 斗皇后呢 就在她的身边附近 她们之间的间距呢 只有 就是如果说是算牧师到牧师的边 边长呢 这个大概只有五六百米 如果说陵园到陵园的话 那更近了 而这个 斗皇后呢 是汉文帝的皇后 伯太后是汉文帝的母亲 她呢刚好在这两者的中间 如果是一个三角的话 它是另外一个角 这个位置就非常特殊 这个就表明了跟这两个人 就是伯太后和斗皇后呢 是有特殊关系 要不然的话这个位置是 一般人是葬不到这来的 马永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长期从事汉代帝陵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在马永盈勾勒的这个特殊三角形中 一角是汉文帝的母亲伯太后陵 另一角是汉文帝的皇后斗皇后陵 最后的一角 江村大墓 应该就是汉文帝的陵墓 霸陵 西汉初期 汉帝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乱 社会经济凋敝 人口减少 刘衡即位后 历经图治 新修水利 历行节俭朴素 对内实现了国家强盛 对待匈奴 采用和亲指战的方式 营造安定团结 修养生息的政治局面 汉文帝本人呢 他其实做出了很大的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这样的贡献 现在大家妇孺皆知 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啥呢 废除肉形 残酷的那个肉形 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砍胳膊 这个砍腿 削鼻子 这种肉形非常残酷啊 他呢废除了肉形啊 减轻刑法 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啊 另外一个的话 他呢减轻赋税 减轻搖曳 就是实行宽松的统治 刘衡去世后被追视为文帝 汉文帝与他的儿子汉景帝 共同缔造出汉朝初年 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太平盛世 史称文景之治 也为后来汉文帝实现大一统的鼎盛局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查阅史料 一些隐藏的证据也将江村大幕的主人指向汉文帝 史记记载 汉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 要求自己死后 不许把金银珠宝埋入地宫 陪葬器皿一律使用瓦器 并且不见封土 尽一切可能做到节省 相较于伯太后与窦皇后陵墓高大的封土 江村大幕正是一座没有封土的大幕葬 这个曾一直困扰考古队员的奇怪葬志 终于在史料中得到解答 公元前157年 农历六月初一 汉文帝刘衡在魏央宫逝世 享年四十七岁 在遗诏中他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知道天下万物都会死亡 死亡是天地的常理 也是万物的自然规则 没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 现在这个时代 人们都乐于生而厌恶死 有人为了厚葬而破产 有人为了扶桑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 我很不赞成这些做法 从今天没有封土的江村大幕看 这位文景知识的缔造者 生前关于殡葬从简的愿望 的确得到了尊重 巧合的是 当初黑色陶涌的鉴定数据 也将时间指向了汉文帝 经过检测 一些女泳的制作时间 与汉文帝在位时间非常接近 而送检的男泳被焚烧的时间 定格在公元300年前后 随后 考古专家在史书中不断检索着这个时间 最终在禁书中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习近末年 汉文帝霸凌曾经历过一次盗局 或许是盗墓者在墓中放火 导致这些精美的着衣涌 变成了现在的黑色 首先呢它是在墓葬里埋葬的 后来遇到大火烟熏 变成了黑色的陶涌 神秘的江村大墓 终于找到了它真正的名字 霸凌 白鹿园波澜不清的黄土下 埋葬着汉朝第三位皇帝 汉文帝刘恒 这是一座地灵 然而考古队员还未来得及庆祝 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转 又一则史料中的信息 让之前的推测变做泡影 很有意思的是 到了元代 就是距离汉王朝灭亡一千多年以后的元代 有个学者叫骆天香 骆天香他写了一本《内边长安志》 《内边长安志》里边提到说 汉文帝霸凌 在白鹿园凤凰嘴下 凤凰嘴是一个地名 在白鹿园的东北 距离江村大墓二点三千米 从空中俯瞰 这里的地形 就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凤凰 伸出的一道黄土梁 就像一个鸟头的形状 民间将这里称作凤凰嘴 史书中提到的汉文帝霸凌 根本就不在江村大墓的位置 因为汉文帝是一个好皇帝 是古代皇帝封建皇帝的楷模 所以说到了后世的这些皇帝 一般到了重要的节期 或者说过一段时间 他都会派大臣代表他来祭祀汉文帝 明清的时候有皇帝祭祀汉文帝的杯子 我们后来发现也都在凤凰嘴底下立的 所以说就是从元以后 实际上一直认为就在凤凰嘴 如果霸凌在凤凰嘴 那么江村大墓的主人又是谁呢 对于考古队员来说 寻找霸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